今天分享一个关于小车消除盲区的后视镜条法 这个方法我已经使用了大概有八九年 效果相当好 这个方法的理论依据来源于 美国汽车工程协会 与1995年出版的关于消除盲区的一个对策说明 如视频中所示 下面那个链接的话 就是英文的网页 里面有比较详细的说明 我把里面的这个图片揭取过来 放在视频当中 并进行了一定的翻译 当然这个翻的可能不对 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在图中可以看到图一图二图三图四图五 那么图三的话是小车中间的车内的后视镜 这个条法不变 图二和图五是传统的后视镜条法 当时用传统的后视镜条法时 司机正坐在驾驶位置 头部保持不动 左边后视镜和右边后视镜 都是可以看到自己车的车身的 就是图中的蓝色小车 而当使用这个消除盲区的后视镜条法的时候 实际在左边和右边的后视镜当中 是看不到自己车身的位置的 相当于是左边的后视镜和右边的后视镜 尽量的往外调 下面我以实际坐在车辆当中 以驾驶员位置第一视角拍的一个视频来做说明 当然为了安全考虑 我全程这个GoPro是咬在嘴上面的 这样双手可以操作方向盘 以免为了拍视频而影响行车安全 这里先演示一下传统的后视镜条法 我这里先调右边头部不动 把右后视镜调到能看到自己的车身 车身占据右后视镜大概四分之一不到一点点 左边也是一样 然后上下的话 右边后视镜地平线上面部分 占据后视镜的上三分之一 地平线下面占据后视镜的下三分之二 左边后视镜地平线在后视镜的中间就可以 下面是SAE推荐的后视镜调法 这里我先调左边 把左后视镜尽量往外调 调到看不到自己的车身 之后把头往左侧窗户靠 能看到一点点车身这样的一个位置 右边也是一样 把右后视镜尽量往外调 调到看不到自己的车身 然后你把头往右移 尽量往车子的中间 能看到一点点的车身这样一个位置 还有一点 这个调法中间的后视镜 起的作用也相当重要 但是因为视频当中 由于GoPro的位置关系 很难体现出中间后视镜的重要性 那么我在后面开车的过程当中 会稍代提一下 好了 后视镜调好了 那么实际上路看一下 顺便看一下我们海宁的一部分 主要道路的景观和路两边的建筑物 现在在文苑路上由北往南行驶 这里我放慢了镜头 从视频中可以看到右边的红色小车 车尾出现在右边的后视镜当中 车身的前半部分不通过后视镜 就可以直接看到 而这是如果你用传统的后视镜调法 车尾的部分在右边的后视镜当中 这种是看不到的 这里还是以慢镜头来呈现 请注意看中间后视镜当中的黑色车辆 当它从中间的后视镜当中消失之后 就出现在了右边的后视镜当中 当车辆从右边的后视镜当中消失之后 直接就可以不通过后视镜看到黑色车辆 准备右转 所以从这里开始注意右边非机动车道的非机动车辆 看了一下右侧的电瓶车小哥 看了一下右侧的电瓶车小哥 本来准备浪行 结果他停下来了 于是我就加速右转通过 这里可以注意一下左边后视镜当中的奥迪车 我和奥迪车中间还隔着一个车道 但是在左边后视镜当中依旧能看到奥迪车的尾部 传统后视镜条法在这里肯定是看不到奥迪车的尾部的 当奥迪车从我左边后视镜消失超过我之后 通过左眼的余光就能发现奥迪车 可见这种条法的可视范围相当广 基本上已经消除了盲区 目前行驶的这条路是海宁的海仓路 是海宁市区南北向的一条交通要道 车辆还是比较多的 前面左边这幢房子叫奥迪公寓 目前奥迪车房价格传说已经达到3万一个平方 在海宁的所有楼盘当中包括新房和奥迪房市场 这个价格也是目前来说最高的 这里从海仓路右转进入海州路 左边和右边可以看到即将开通的海宁至杭州成继铁路的两个地铁路口 现在行驶的路段叫海州路 海宁市政府就位于这条路上 向右边道会影响后面的车辆 所以这里给大油门尽量避免让后车因我变道而进行刹车 由于前面一个比较近的红绿灯我要进行右转 所以这里提前观察好右手边这辆电瓶三轮车速度也比较快 可能在我转弯的时候它正好也经过路口 这里又一个慢镜头 可以在右边的后视镜当中看到刚才那辆电瓶三轮车 以很快的速度进入路口 所以我这边停车等待 如果这里用了传统的后视镜挑法 也是会看不到这辆电瓶三轮车的 这个路口我正好等红灯 可以仔细看一下好多辆右转的车辆 从它进入到中间后视镜 然后在中间后视镜当中消失 随之进入右边后视镜 然后从右边后视镜当中消失 进入右边的眼角余光视野 到看到整个车出现在视野当中的整个过程 最后想说一下就是 你如果想使用这种后视镜挑法 刚开始使用的时候可能会觉得很不习惯 但是希望你可以花点时间习惯一下 当你习惯之后你会发现虽然不能说百分之一百消除盲区 但是这个方法绝对是比传统的后视镜挑法更有优势 更能消除盲区 极高你的行车安全绝对是值得一试的